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小组赛 中国女排对阵塞尔维亚女排 这是中国女排小组赛第三场 虽然中国女排已经提前出现 但是为了取得更好的排名 还是全主力出战 面对老对手 塞尔维亚上来就给中国队不少压力 利用跳发球直接得分 塞尔维亚打得也非常放松 点掉结合 比分上一直领先 直到首局后半程 中国队提高了扣篮质量 把比分追至19比19平 但随后中国队出现了几个失误 最终中国队21比25先输一局 第二局中国队提前进入状态 比分取得领先 但塞尔维亚追分追得很凶 9比9打停中国队 接着比分交替领先 随后中国队一个小高潮 打出19比14领先对手5分 塞尔维亚及时叫了一个暂停 回来连得3分 中国队叫了一个暂停 接下来中国队气势如虹 以25比20拿下本节 扳回一城大比分1比1 第三局开始没多久 塞尔维亚被判了一个持球 对方球员不服 不断找裁判理论 背叛了一个黄牌 但比赛并未受到多大的影响 塞尔维亚还一度领先 但比赛的后半程 中国队明显更加专注 而对方则容易情绪化 再一次手球挑战失败时 还不断抱怨 方寸尽失 关键时刻又是李盈盈 连续得分 比分继续扩大 虽然塞尔维亚通过换二船 换主攻 比分一度靠近 但随着李盈盈的一个 三米线之外的扣杀 打断了对方的追分势头 最终中国队以25比22 拿下第三局 大比分2比1反超 第四局 塞尔维亚开局取得领先 但中国队也很快进入状态 双方交替领先 因为朱婷就求手臂 有点不舒服 暂时下场休息 功享与顶上 他今晚发挥也不错 很好的在朱婷缺战期间 顶上中国队的主攻位置 打出一个小高潮 15到10 打停塞尔维亚 暂停回来之后 塞尔维亚进攻有了一些变化 换了一个有经验的二船 一度将比分追至21比21平 随后比赛来到了最精彩的部分 现场分为拉满 最后一个球 塞尔维亚扣球出界 但是挑战成功 24比24平 接下来的比赛扣人心弦 全场观众都站了起来 中国队多次拿下局点 又被对方连续顶住扳平 但顽强的中国女排 还是顶住了压力 最终29比27拿下本局 3比1赢下比赛 今晚 后面在没有朱婷的情况下 其他球员都站了出来 中国女排已经众神归位 剑指总冠军